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AppleFans 我是Simon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Apple Watch有哪些值得安装的App 也得到了蛮不错的回响 不过Apple Watch除了它有这些好用的App之外 我觉得它最方便也最实用的 就是它可以搭配各式各样不同的表面跟复杂功能 让你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去搭配不同的表面 不用每一次找个App都要手忙脚乱的 直接手抬起来就可以让你马上看到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我都是用哪一些表面来让我的生活更方便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都知道Apple Watch那一件就是有数十种表面 每个看起来都很酷炫 但其实长时间用下来你就会发现 真正用得到的就是固定那几个而已 所以你先想好自己的需求 再来做设定就会比较方便 那这边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超实用的小技巧 那就是善用你的专注模式 苹果在加入专注模式之后 除了可以让你搭配专注模式来切换手机桌布 跟主画面之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用专注模式 来切换你Apple Watch的表面 你只要拿出iPhone 然后到设定里面 选择专注模式的选项 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所有专注模式的情境 比方说工作模式 是个人模式或者是健身模式 那我自己是还有制定一些其他的模式 比方说像是摄影模式跟直播模式之类的 总之就是你进来之后 选好你要的模式 接着你就可以在这里去设定你要对应的表面 跟手机的背景图片或者是主画面 所以我只要在手机上面切换我的专注模式 手表上面的表面就会跟着一起变换 两边的专注模式都是互相同步的 那我当然也可以直接从Apple Watch的控制中心 来切换我的专注模式 也是可以达到切换表面的效果 那这样子用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比较常用的用法 让你们在设定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那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 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 今天影片的赞助商 Iversy VPN 你是不是也想跨国追剧 跟上最新的影剧话题呢? 是时候入坑VPN的行列了 Iversy VPN 现正举办优惠活动 现在加入就送两TB云端储存空间 以及高级密码管理器 现在使用苹果米连结 就能用60美金享有终身免费续约版本 让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完全不受国家限制 不只跨国追剧 Iversy VPN 还提供超过100个地区 与3500台伺服器让你切换地点 可以让你在网路上面隐身 不用害怕隐私在被人侵犯 而且一组账号 可以同时让你在10台装置上面使用 除了iOS、Android、Mac跟Windows之外 你也可以在Xbox还有PlayStation上面使用 如果用不惯 在30天内还有退钱保障 不想出国的话 就赶快用一个月一美金 来订阅Iversy VPN 吧! 像我就是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都会习惯开工作模式 只要平日的上班时间一到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工作模式 我在手表上面 就是有跟工作模式绑定的一个组合表面 上面就是放了几个相对比较 不会一直去用到的复杂功能 比方说我在左上角的地方 固定放了我的活动记录 可以让我随时去追踪 今天的活动量跟站立的时间 然后在中间比较大的区块 就是放我的提醒事项 这边可以让我看到 我今天要做的工作还有哪一些 做完之后我也可以直接点进去 把它给check起来 然后在下半段的部分 我就是分别放了三个复杂功能进来 最左边是家庭APP 有时候手机不在身边 然后Hompa的Siri又非常不靠谱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来用手表 去点我的电灯开跟关 中间的这一个是发票存折的APP 有时候出去买饭懒得带手机 就可以直接按一下 马上秀出发票载具来给电源刷 而且它的条码会随着你的手腕 跟着一起转向 不用担心说电源怎么刷都刷不到 用起来其实还蛮方便的 剩下右下角这个就是内建的天气APP 可以让我随时看到外面的天气的状况 点一下也可以看到基本的资讯 基本上我就是放一些 比较在工作上面会用到的东西 没有什么会让我太分心的内容 下班回到家之后 它就会自动再帮我切换到个人模式 除了手机上的桌面APP 会变成以我个人娱乐为主之外 我的表面也会跟着一起切换 我在个人模式的部分 就是有选择用Apple Watch Ultra限定的巡路者表面 你都买了Apple Watch Ultra了 平常当然就是要用这种独占的表面比较帅 它这个表面的好处 是它最多可以一次塞8个复杂功能 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组合可以用 如果说你没有Apple Watch Ultra的话 你也可以改用图文表面 它一样是有8种复杂功能可以让你去套用 我自己在个人时间 就是比较不会用到形式力跟提醒事项这一类的App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特别装在这个表面上 然后在中心的部分 就是分别放我们跟刚刚一样的活动记录 发票存折跟家庭App 上面则是去显示它的日期 然后适中我就是放一些比较有用的资讯 比方说我就是在左上角的地方放了在意空气 可以在我周末出门之前 先确认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怎么样 然后左下角的地方就是可以放内建的天气状况 一样是可以让我去在出门之前做个确认 然后因为通常我使用个人模式的时间 都是在家里面为主 所以右下角的地方我会放一个遥控器的快捷键 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快速把它给叫出来 用手表来控制我的电视的播放 或者是切换电脑上面播放的音乐 再来就是因为有时候工作会比较晚才回家 那就会泡泡面来吃 所以说在右上角的地方我是放了一个计时器 它可以让你去选择要显示多少的时间 那因为我都是用来计时泡面为主的嘛 所以就是设定预设三分钟 那我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开始计时了 而且你不用一直停在这个计时器的画面 你就算回到表面上 它还是可以去让你看到这个现在倒数的状态 用起来其实非常的直觉 这是我在巡路者表面上面设定的八格复杂的功能 不过它其实还是有个隐藏的复杂功能 就是你只要点一下表面上面的数字 它就会切换成指南针跟高度计 那你的手在转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这个指南针会有旋转的效果 那你再按一下就可以快速跳到指南针的APP里面 让你去做回溯或者是标记坐标 所以严格来说它总共是有九个复杂功能 算是Apple Watch上面最多功能的表面 平常你不管是出门玩还是在家里面 都可以把功能整合在这上面 其实真的还蛮实用的 那在运动模式下面我也有做了这个切换表面的自动化 所以我是设定了每次当我到健身房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打开运动模式 然后我的表面就会自动切换 那我的运动模式一样是用组合表面来呈现 只是放的东西就不太一样 左上角我一样是放我的活动记录 可以让我边运动边看还有差多少会达标 那中间比较大块的部分则是放我的心率的记录 可以让我随时看到运动时心率的平均状态 然后下面的这三个组件 就分别是运动时会听的Podcast 跟Apple Music 让我在没有带手机出门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连上AirPods 来播放已经下载到手表上面的歌曲 那右下角的部分就是内建的健身App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去选取我要进行的运动项目 那你在运动的途中回到表面的话 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动画 会在上面一直跑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在户外跑步的话 我是有把Apple Watch Ultra的动作按钮 设定成室外跑步记录 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表面底下 我只要按一下这个动作按钮 就可以直接开始跑步了 而且你可以在设定里面打开 当开始记录体能训练的时候 自动开启健身模式 所以如果说我本来在光中模式的表面上 我只要按一下动作按钮开始跑步 我按下表冠之后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个动作模式的表面 让我去切换歌曲或者是看我的心率 然后当我结束运动之后 它就又会自动切换到原本的表面 这样的自动化整个用起来真的很顺畅 非常的赞 最后就是睡眠模式 不过这边有个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设定睡眠排程的话 只要你开启睡眠模式 手表就会立刻进到这个睡眠模式的画面 让它没有很亮萤幕 你要控制Apple Watch的话 也要先按住表冠才会解锁 避免你在睡觉的时候按到这个萤幕 所以我是有多新增了一个睡前模式 然后把它设定在睡觉前 也就是晚上11点的时候把它自动开启 我在睡觉以前 手表就会显示这个大字体表面 它只会显示现在的时间 跟晚上排程的睡眠时间 我点下去就可以快速看到 最近的睡眠品质的状况 跟设定明天早上的闹钟的时间 不用再到主画面去慢慢寻找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睡眠模式 手表就会自动开始侦测睡眠了 基本上这四个就是我平常比较会常用的 这个专注模式的表面 其实你只要整理好自己的使用习惯 跟你平常会用到的这些情境跟App 把它们都设定好之后 这种不用特别手动去找App 跟切换表面的使用方式 真的会让你的Apple Watch好用非常多 唯一比较可惜的 就是这些表面的颜色 它都是固定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换了表带的话 你还是得自己手动去重新调整表面搭配的颜色 如果说未来苹果可以做出什么表带装上去 就自动对应到配对的颜色的话 用起来一定会更赞 你们平常有习惯设定什么样的表面 或者是复杂功能吗 在底下留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都是怎么用的吧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我们在每周二跟每周四的晚上定时更新 带来各式各样的教学 还有开箱介绍 不想错过的话就一样 帮我们订阅定起来 这里是AppleFans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